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熊貓教授史丹利 我是哥布林工程師 最近有一部描述《香奇傳奇》的Netflix影集 《后裔骑兵》真的很夯耶 也讓很多人重新對《香奇》感到好奇 這部影集真的很勵志也很引人入聖 對呀我之前還推薦給Stanley教授 聽說你還在週末努力的追劇呢 沒錯多謝推薦真的很棒 剛好我們在上個單元提到 IBM的深藍Deep Room 使用Minimax演算法和Alpha Beta減知演算法 配合它的超級電腦架構 終於能夠和人類的西洋七首品牌了 那AlphaGo用了什麼方法 才終於在20年之後擊敗人類了呢 這個問題被電腦科學家們改成 是問自己AlphaGo如何在下每一個棋子的時候 估算出最有勝算的走法 有人估計19x19的圍棋棋盤 它賽局數上的狀態總數 大約是10的360次發根 保守估計平均每個節點有170個選擇 這樣算4步呢就有8億多個可能的岔路哦 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數字耶 我想大多數人要算這麼多步 應該都放棄了吧 會不會紙骰子決定還比較快 哥布林還真的說對了 AlphaGo還真的用了和紙骰子類似的方法 AlphaGo的自身武器呢是蒙蒂卡羅素抽選 MCTS和深度學習神經網路的合體器 而蒙蒂卡羅素抽選 又是由蒙蒂卡羅方法和賽局數的美麗變身 賽局數我們之前用幾個單元解釋 這個單元我們先介紹蒙蒂卡羅方法 再下個單元我們再介紹蒙蒂卡羅素抽選 對了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們頻道的話 哥布林IT頻道是專注於電腦科學相關的課程 每週是下午6點都會有新的影片上線 如果聽完今天的單元覺得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幫忙給這個影片按讚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喔 欸我查了一下Google地圖喔 蒙蒂卡羅是在法國跟義大利中間的一個小國 摩納哥的一個著名篤城 那摩納哥呢因為擁有永遠的王妃 葛利斯凱莉 而在1960年到青年代之間成為一個傳奇的小國 沒錯 格利斯凱莉王妃就是前一版的戴安娜王妃 各領風騷20年 話說回來 蒙蒂卡羅方法的發明呢 跟1940年代美國的核武計畫有關 是由核武實驗室的成員烏拉姆和馮劉曼提出來的 馮劉曼呢就是用摩納哥的賭成 蒙蒂卡羅來命名這個方法 用來用電腦模擬可裂變材料中的中止擴散行為 我猜想應該是中止擴散行為有它的隨機性 經過核融核或是核分裂之後 中止擴散方向是不一定的 透過蒙蒂卡羅方法呢就能幫助科學家來掌握比較可能的方向 那圖靈還用蒙蒂卡羅方法來研究基因類型的突變選擇學習機器 聽起來有點深奧 基本上蒙蒂卡羅方法就跟機率有關 就像紙骰子一樣 有時候是1點 有時候是6點 這就是它的不確定性 蒙蒂卡羅方法呢到現在還是被廣泛使用 在數學、物理、醫學、金融和資訊各種領域都可以應用 像是在醫學上呢可以去估算人體吸收輻射的劑量 介紹了蒙蒂卡羅的歷史跟應用 那教授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內涵啊 請控制一下 不要又是一大堆名詞囉 我盡量囉 蒙蒂卡羅方法可以理解為用模擬的電腦數值方法 對比較難解決的問題 求得盡視解答的過程 基本上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要先知道要模擬的狀況是什麼 它跑出來各種結果的可能性有多少 例如賭場的輪排 球丟出去之後會落在哪一格 它的機率都是一樣的 電腦科學家就會稱這種現象為 機率密度函數為均勻分布 第二個呢我們接著用電腦 用這個機率密度函數呢 來產生模擬的資料 在收集結果 用統計的方法來估算出 我們感興趣的數值 例如有人就用這個方法 這個技巧去追蹤到目前為止 大樂透的開獎號碼 透過統計來得出接下來可能會開的號碼 只要模擬次數夠多 模擬結果就會很接近真實的狀況 例如當輪排跑的次數夠多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球落在每一格的次數都差不多 這就是所謂的大數法則 那接下來就是Stanley教授的一個 施力圖解說明實驗 沒問題 我就舉一個永平的例子 就是以蒙地烤螺方法來估算 圓周率π的值 圓周率π的值 大家都知道是3.1415926啊 有必要這樣大廢桌上的擺開價值再算嗎 這是個問題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算出圓周率π 而是用它來求證出這個蒙地烤螺方法是可行的 因為剛才提到的在數學物理金融各方面的應用呢 都和這個例子有相似之處 首先亂數也就是隨機數 亂數產生均勻分佈在正方形內的點 xy 其實是分別產生0到1的兩個小數 第一個數值呢就給x坐標 第二個數值就給y坐標 所謂均勻分佈就是出現在0到1之間的任何一個點 它的距離都是相等的嗎 沒錯 當我們以亂數產生平面坐標上的一個點 如果帶入這個直線的距離公式算出跟圓點的距離 如果它小於等於1 就代表在這個四分之一圓裡面 我們就點上5點 否則的話就是在右上角的區域 我們就點上藍點 用同樣的方法就可以產生很多點 同時我們也會知道落在四分之一圓裡面的點數 透過顏色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了 這個大數法則公式有一點複雜 有興趣的小夥伴可以自己研究或者留言給我們一起討論 但說白了其實就是在說一件事情 就是點落在這四分之一圓的機率 就等於四分之一圓的面積 剛才教授有提到點落在任何位置的機率都是一樣的 所以點落在四分之一圓的機率 就完全看四分之一圓的面積佔正方形的面積的比例有多少 因為面積越大落在它上面的點也就越多 也就是平均撒落的意思 對 所以我們模擬拍的方法 就是紅點點數除以全部的點數再乘以四 乘四的原因是現在只有四分之一圓 如果全部五千的點裡面呢 紅點有3896個 估算出來的拍值呢 就是3.1168 上面這四個圖就是當點數增加的時候 我們模擬出來的拍值就會越接近已知的值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模擬估算出一個 我們感興趣但是還未知的數值喔 所以總結來說 蒙蒂卡羅方法有三個要素 就是模擬亂術還有大術法則 談到蒙蒂卡羅 我想到有一個跟Do我有關的詞 叫做蒙蒂卡羅廟物 俗稱為賭徒廟物 賭徒廟物就是當你認為某件事已經連續發生了很多次 因此你會感覺接下來不太可能會再發生 或者是某件事情很久沒有發生 因此接下來會可能再會發生 這個就是賭徒廟物 不會啊我覺得很正常啊 怎麼會叫做廟物呢 例如我們拋一枚硬幣 如果連續出現很多次人頭朝上 那麼我們便會猜想 下次拋出人頭朝上的機率會變小 又例如到賭場賭大小 如果看到有一塊板子 記錄著之前幾次的大小的結果 你看到前幾次都出大 你自然會想把錢壓在這個小上面 事實上硬幣、傘子、輪盤這種東西會出現什麼 每次都是獨立事件 也就是這一次的結果跟上一次的結果無關 每次都是新的開始 不會被之前的結果影響 很久沒有出現人頭面 就以為很快會出現人頭面 就稱這種錯誤認知叫做賭徒謬誤 用這種謬誤去賭博 是很可能會輸到脫庫的 那有關於這個謬誤的歷史故事可以分享嗎 1913年蒙蒂卡羅賭場的輪盤呢 連續出現13次黑色之後 很多賭徒就壓大網鈔票在紅色 因為他們想應該就快要有紅色了 沒想到又連續開了13次黑色 真的讓很多賭客傾家蕩場 哼哼 今天的內容真的很有趣喔 那是不是請Stanley一樣幫我們做一個單元總結 好的 今天我們介紹 AlphaGo的自身武器 是蒙蒂卡羅速搜尋 和深度學習神經網路的大合體 而蒙蒂卡羅速搜尋 是將蒙蒂卡羅方法 應用在賽舉速上為一個對抗手續 所以這個單元呢 我們先介紹蒙蒂卡羅方法 蒙蒂卡羅方法有三個要素 就是模擬亂數和大數法則 我們用亂數產生大量的點 來模擬出圓周率拍的值 隨著電腦運算能力不斷提升 蒙蒂卡羅方法呢 就越多被應用在大量的隨機樣本 來估計感興趣的未知數值 夥伴們說不定以後在工作上 就會應用蒙蒂卡羅方法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